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北京官方取消了两会闭幕后的总理记者会 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新任的中国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楼勤俭 今天3月4号上午在北京说 今年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不举行总理记者会 如特殊情况本届人大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这就意味着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不会在这次的人大闭幕之后 会见记者出席记者会 这样一来维持了30多年的中国总理的两会记者会的传统 将从此谢幕告一段落 而且取消国务院总理在两会之后的记者会 这个决定是突然之间临时出台的 很多高官都不知道 今天记者在开幕的全国政协会议之前 向政协委员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很多受访的政协委员大多数都表示他们不知情或者感到意外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驻美国大使谢峰被提问到的时候 他愣了一下 呼应他说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 由此可见 取消国务院总理在两会之后的记者会 并没有在中共的高层讨论过 是一个临时突然决定的事情 在1991年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首次出席全国两会闭幕后的记者会 而且中央电视台对记者会进行了实况直播 此后两会总理这个记者会就成为了常态化和制度化 在1998年3月 有铁血宰相之称的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 他在同年的两会之后举行的总理记者会上侃侃而谈 留下了不少金句 比如朱镕基说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 我都将一往无前 以无反顾 鞠躬尽瘁死而后矣 朱镕基的这些所谓金句是引起了很大反响 所以在此之后 总理记者会就成为了每年两会的一个最大看点 温家宝担任总理之后 虽然不像朱镕基留下那么多的金句 但温家宝也算比较敢说话 比如温家宝在2012年最后一次总理记者会上 他说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 已经取得了成果 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 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那么现在中国的情况正是验证了温家宝12年前的话 估计温家宝12年前说这些话的时候 他心里都是很清楚的 他对接下去中共的这些前景是感到很绝望的 但是他还是喊出声来给大家报一个警 给大家提一个喜 这也是很可贵的 可是当时人们基本上都忽视了 温家宝的报警 现在我们返回来看 人们这才明白 当时温家宝说这些话 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但是现在明白已经是为时太晚了 温家宝上面这一段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话 显然不是通过中央政治局讨论过的 是温家宝在记者会上自己临场发挥说的 这就说明 国务院总理在这个两会之后的记者会上 他有一定程度的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 因为记者会上记者的提问 你不一定完全事前都知道 所以也不太可能事先把记者会的发言稿 全部都准备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 总理就有可能讲出一些 让总书记不太高兴的话 上述温家宝在记者会上讲的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话 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听了就未必高兴 但是胡锦涛还是给温家宝这个说话的自由 到了李克强当总理的时候 因为习近平多方的压制 他说话的自由就更少了 不过李克强还是在记者会上 说出一些让习近平很不高兴的大实话 比如在2020年两会的记者会上 李克强说 现在中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 李克强的这句话 就直接戳破了习近平所谓的 中国全民脱贫的谎言 当然李克强为他这句大实话 付出的代价也很大 后面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 也正因为总理在两会之后的记者会上 有一定程度可以自己临场发挥的空间 这就让习近平感到担心害怕 他就怕现在的总理李强 在这个两会之后的记者会上 会像温家宝李克强那样 说出比较出格的话 很多人认为李强绝对不敢 但这不是一个敢不敢的问题 这个敢不敢的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再说 但是习近平从他的政权维稳 以防万一的角度来看 这是有必要的吗 万一李强敢了怎么办呢 这里先说一些关于为什么取消 国务院总理记者会的不太靠谱的说法 有人说习近平是为了要唯我独尊 习近平自己从来不举办记者会 所以也不能让李强举办记者会 不能让李强的风头超过他 因为习近平没有能力 即时回答记者的问题 他需要看一个小本本 在记者会的众目亏亏之下 你看小本本是他也没面子了 所以习近平从来就不举办记者会 他也不回答记者的提问 因此如果是李强举办记者会 他对记者的提问对答如流 就会让习近平觉得没有面子 所以习近平就取消了李强的记者会 这样的说法显然是不靠谱的 如果习近平是这么想的 他去年就不应该让李强举办记者会了 去年2023年3月 接替李克强出任总理的李强 在两会之后举行了首次记者会 李强的首次记者会可以说中规中矩 符合他个人那种比较务实低调的风格 没想到那场记者会居然成为李强的绝唱 因为习近平没有能力办记者会 这个事情由来已久 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原因 习近平去年就可以不让李强举办记者会 那么既然习近平去年让李强举办记者会 今年也应该让李强继续举办记者会 所以说习近平是出于这个唯我独尊 所以不能让李强举办记者会的说法 这个说法是不靠谱的 也有人说李强的记者会是没有必要的 这样的说法也是不靠谱的 两会的人大发言人楼勤俭说 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都有社会有关的关切在内 媒体和公众都能很方便的了解相关的内容 同时大会新闻中心将增加部长记者会 和部长通道的场次和出席人数 邀请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就外交经济民生等主要问题答中外记者问 此外还将举行代表团开放组团活动 办好代表通道为中外记者提供更多的采访机会 所以就没有必要再举办总理记者会了 这些理由显然是太过牵强互惠 总理记者会外界小理解的东西 并不是说李强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所说的内容 而是总理本人对中国政治经济外交 这些一系列的问题的看法 比如说上面前总理温家宝和李克强 他们两人在两会记者上 记者会上说的那些惊人的话 都不是在他们的政府报告里面所有的内容 所以不是总理的政府报告里面写的内容 正是记者们想知道的事情 也是人民大众想知道的事情 所以取消了这个记者会 就等于是剥夺了总理的发言权 让他没有机会在公众面前表达 他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 也有人说今年中国的经济情况太糟糕了 李强没法说所以就取消这个记者会 有人认为现在的中国经济这么糟糕 李强面对中安记者他也不好说什么 你说中国经济不好吧当然是不行 你要说好吧也说不出来那里好 你要把问题说清了吧 外界也不相信 把问题说中的话就让外界对中国更没有信心 所以这个权衡利弊干脆就不开这个总理记者会 这样的说法也是不靠谱的 因为北京官方说不单单是今年要取消总理记者会 今后几年也继续取消记者会 那么如果明年后年中国的经济好转了 那么总理记者会是不是还能举行呢 为什么也要继续取消呢 所以这样的说法也是不靠谱的 关于所谓总理难回答的问题 其他的部长什么也都要回答 不可能说是谁也不回答了 所以这样的说法也是不靠谱的 清北京的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也对取消总理记者会提出了委婉的批评 联合早报的文章说 无论出于何总考虑取消总理记者会等于掐灭了各路媒体 与中国领导人面对面交流的唯一的一次可期待的机会 这对中国打造开放透明政府形象 增加外界对中国政策的了解和预期显然没有什么益处 不仅如此 取消总理记者会会引发外界对中国正式走向的新猜测 不难预计 这种猜测将贯穿今年的两会的全过程 冲淡官方希望外界聚焦两会主题的期待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一决定确实让人有些莫名其妙 也就是说 连清北京的新加坡联合早报 也对北京取消总理记者会表示不满 那么关于这个取消总理记者会唯一靠谱的猜测 就是李强跟习近平出现了严重的看法分歧 这段时间以来 国内不断传出李强跟习近平有不同的看法这样的传言 虽然说不能证实 但是从李强说的一些话和做的一些事情来看 确实他不像蔡奇那样非常的讨好习近平 李强说的话相对比较务实 不是那种对习近平让他听了非常高兴的歌功颂德的话 这并不是说李强故意要反对习近平 因为他担任的这个工作 他担任的经济工作 他不能听习近平的瞎指挥 如果是他听习近平的瞎指挥 整个国家经济就要砸了 其实就算是换上蔡奇来当总理 只要蔡奇当上总理肩负国家经济的重任 他就不能听习近平的瞎指挥 否则把国家经济搞砸了 他要对此负责任的 现在蔡奇主管都是政治宣传这些误须的工作 他不管怎么样吹捧习近平都没有问题 都不会搞砸大家的饭 而李强如果像蔡奇那样 一味的就是吹捧习近平 什么实际工作都不干 把大家的饭碗搞砸了 大家都没有饭吃了 李强这个责任他是担不起的 所以最近中国经济每况愈下的情况下 李强和习近平出现严重分歧 那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李强要救经济 他必须要反对习近平 必然和习近平出现严重的分歧 因此呢 现在李强和习近平的关系已经是亮红灯了 而且是中国的经济情况越糟糕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就越紧张 这样一来呢 李强和习近平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下 习近平就担心啊 李强会不会学李克强啊 在两个会这个记者会上啊 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把一些机密给捅出去 因为李强也担心啊 他将来会成为习近平搞砸经济的替罪羊 如果说有记者会这么一个机会 李强可以趁机为自己来辩解一下 因此习近平就要掐灭 李强说出不利于他的任何话的可能性 于是就干脆不让李强办这个记者会 就不给李强有发言的机会 不让他说话了 另外呢 从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角度来看啊 虽然说李强说出不利于习近平的话 这个可能性很小 但万一是李强说了怎么办呢 所以呢 习近平从他的政治安全的角度考虑 取消李强的记者会 那是一个最安全最保险的做法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